你们好 又见面了 订阅好 当然来来来 曾经在朗读者节目当中 听到过你们的故事 也跟你没有所接触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让我们重新认识二位 好吗 来 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来自四川 周晓琳 我是殷杰 他老婆 周晓琳 好嘞 一对抗力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先介绍一下 梦想就是 多买点种子 多买点种子 让我们家的花园更漂亮 更漂亮 让花园更大一点 是吧 对 哎呀 你们这花园 得多少种子才能填满 然后我在想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一起为你们加油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吉 来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吧 第一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 一起去吧 反正我见他们好几次 什么时候见他们都是 紧紧地牵着手 这个不难吗 来 怎么样 平常唱歌吗 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这首歌特别特别老的一首歌了 老歌 我记得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特别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 叫什么 最浪漫的事 确定吗 就是和你慢慢变了 一个喝啊 好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没错 最浪漫的事 欢迎丁少华 你靠着陪坐在你的顿上 听听音乐聊聊愿望 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哪怕用一辈子在夜晚晚上 只要我讲 你就记住不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留到以后坐着摇影 慢慢聊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 你还依然把我当成 熟悉里 欢迎丁少华 谢谢小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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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他们的梦想是买种子 一千块钱能买多少种子 大家大概也能想得到 那也不少了 得多大的花园 咱们才能用美丽的鲜花把它填满 花园有多大 我们能看一看吗 能 我们来看看 可以 可以看一看 我们来 大屏幕显示 啊 哇 哇 好美 漂亮吗 我觉得你们这样显摆 让我们心里真的很不舒服 你一开始真的很多人会以为花园 花园可能就是 一小块地方 但是没想到是整片开满鲜花的山谷 这才是最最浪漫的事 就是为了慢慢陪她变老 因为我知道其实这个鲜花的山谷 就是周晓琳为自己的爱妻 一点一点建造起来的 告诉我们大家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她是特别喜欢花 嗯 2006年的时候她跟我讲 她说啥时候我们停下流浪了脚步 不再漂泊的时候 要有一个小花园就好了 我说那你 嗯 给我点时间 我送你一个中国最美的花园给你 就这个样子 我们就开始建设我们的一个开满鲜花的美丽山谷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花园了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送给她的一个礼物 这个花园建了多长时间 准备了十年 开始建的花园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整个我们那个山谷的花园有1200亩 1200亩 是不是 大小有1200亩 我们的花园的花和其他花园的花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太太她喜欢什么花我就给她种什么花 一个男人为了你为了爱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的幸福去建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花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女人想要花园其实都想要一小花园而不是这么大的 有点控制不了失控那种感觉 太大了 因为要填满花园的每个角落让它变得如此的美丽很不容易 所以今天他们来看门大吉的梦想呢 很朴实要种子 大家想象一下1200亩的鲜花山谷 要多少种子才能够让它开变漫山的鲜花 那我们就继续加油吧 好不好 好 请按下文灵 加油 加油 第二下 给我们俩分开吗 哎你干嘛呢等等 干了 怎么样 这歌名啊 这歌名太有意思了 是不是 这首歌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特别特别 对 年轻的时候听到一首歌 谁唱的呢 林一伦唱的 透过开满喧哗的月亮 我怎么感觉 您给妻子上课呢 透过开满喧哗的月亮 到底对不对 现场观众 来伸出你们的双手 让我们一起期待 开门大 结 欢迎美声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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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游蓝游蓝油蓝的眼神 充满神秘 充满幻想 古老的传说 今日的承诺 美好的感觉 永不停地刺激 永不停地闪烁 你像那天上月亮 停泼在水的中央 永远停在我的心上 你像那天上月亮 你不会随过流淌 永远 永远 永远靠近我的身旁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美声刺激 谢谢 谢谢美声刺激 为我们带来的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一个字都不差 恭喜你们 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人 您不觉得自己对妻子 是不是有点爱没问题 有点溺爱 想要一个小花园 就给他一片山谷 那将来他想要一辆车 您是得买个高铁列车呀 你是不是太溺爱了 应该说是不是溺爱他 是我觉得这辈子 我能取上他 我觉得是我一生的幸福 因为在我最没有钱的时候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他毅然决然地 从北京嫁给了我 就跟着我到了四川 我就成天地 带着他在祖国到西兰 到处去考察 都在野外 所以说那么多年 他一直不舍不弃地伴着我 曾经的话呢 有些地方太艰苦了 我都不让他去 他就跟我讲 他说让我陪着你吧 就是说只要我们俩在一起 不管走到哪儿 我们家就在一起 我们的家就在哪里 所以说后来他有一个 这样小小的愿望 他说他想要一个小小的花园的时候 我就讲 我作为一个男的 我说我砸锅麦铁 我都要去满足他的一个心愿 送给我最心爱的女人 一个他梦中的花园 真好 他平常也是这么浪漫的一个人吗 对 他是一个特别浪漫 特别 你看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他就一直保持形式感的那种男人 就是爱要有实实在在的 当然也要重视他的形式感 对 就像这个鲜花山谷一样的 对 那我们就继续把这甜蜜 与幸福的生活继续下去吧 好不好 来 我们的梦想还在继续 请按响门铃 加油 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 我们下期见 是不是很容易 来 我们期待着二位能把正确答案 毫不费力地说出口 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可以听出来了 会唱吗 这个还真是听出来了 会唱吗 歌名叫做 女儿情 好 是西游记里的 对吧 女儿情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结 没错 女儿情 打赏 愿扬霜起蝶双飞 满软春色惹人醉 悄悄问生死女儿媚 不媚女儿媚不媚 说什么亡全富贵 怕什么戒律轻轨 只愿天长地久 与我一众人儿竟相随 爱恋爱恋爱恋 愿尽生长相随 愿尽生长相随 愿天长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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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们俩每天这么甜甜蜜蜜的 然后过着如此幸福的生活 然后这老公嘴里天天跟抹了蜜一样的 然后浪漫的话浪漫的事从来没有停过 身边的人对此怎么看 我们问问他们好不好 亲友团看看都有哪些朋友来 哪些家人来 连现第二现场 来了我们是超能亲友团 这个是姐姐 对吧 这个是侄女 这个是嫂子 我刚才我一直跟姐姐在聊天 我想当年她走的那段 从这儿开始说 我是殷杰的姐姐 她当初走的时候 我们家都不看好 尤其是我妈特别不喜欢那件事 不愿意 说北京这么多人 你找一个男人 找谁不行 她就毅然决然的 就把我们家抛架舍业的 就去了成都 然后我们当时走的时候 我妈就恨不得跟她要断绝关系 哥说你啊 过了两个过 过不了就回来 然后就这样 结果她每次一回来 我大哥就开玩笑 还没理呢 有什么聊天呢 结果越过越好 而且就是 刚才那个周浩玲跟你说的那个 你们也听见了 她每天都要有那个 特别就是说那种田园蜜语什么的 像咱们正常人我觉得 他们俩不正常 咱们正常人要老是这样 肉麻 肉麻 像我以前我听 那个殷杰说过 她那个过生日的时候 你起来 你想每个人起来要刷牙 她就在牙刷上刷一张条 什么老婆生日快乐 然后她在哪儿 她就想到你要摸什么东西 摸到哪儿 摸到什么你知道吗 就把那个 那个位置给那一个什么什么 给你写一张条 那一个田园蜜语 真好 反正又收获了山谷 又收获了爱情 还又收获了事业 而且我妹还比她大 是吧 比我妹夫还大 你看 虽然这样外貌看着我妹小似的 姐弟恋 对 所以都觉得 当时不看好这个 就是又是姐弟恋 又问两弟 行 这集节目播出以后 我留存一份 我回去以后滚动的 给我让我先生看一看 社会教育 没有发现 人比人气死人呢 真是气死我了 少之又少这样的 掌声送给亲友团 谢谢 其实 无论是姐姐叮当 还有所有的亲朋好友 包括现场的观众 都是用无比羡慕的那种心情 在看你们的爱情 听你们的故事 而且刚才说 您比小林大哥 还长三岁 真没看出来 我觉得您跟他在一块 就是个小妹妹 我以为 说实话 能说实话吗 我以为小林大哥 比您大个十几岁呢 长得有点着急 挺好的 靠得住啊 我打听一下 你们那个香花山谷在哪 在成都 平常线的转农村 离成都是60公里 我们能去吗 欢迎欢迎 能去能去 特别欢迎啊 外人能去吗 这不是属于你们两个人 是我们是半开放吧 因为想把我们 这么大一花园 我们的快乐美丽 让大家分享 我特想知道 也替很多 有这样梦想的人 好男人们问一句 这花费是不是非常大呀 你说整个山谷 得花多少钱呀 租来山谷 实际上租山谷的钱不贵 关键是我们种的那些花 应该说是太有价值了 最贵的就是一公斤十六万二 一公斤 我们买种子 十六万二 对对对 抓紧时间吧 这钱对于这个花海来说 虽然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咱还是得努力啊 好 下一扇门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响门铃 即便杯水车薪 我们都得为他努力 第四扇门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好 好 好 是吧 我觉得我们在他们面前 都已经消失了 两个人牵着手 讨论着 来 怎么样 什么歌 我没听出来 你呢 我也没听出来 我们求助亲友团吧 求助亲友团 来连线第二现场 咱还有谁知道的吗 您知道是吧 这个歌应该是杨宗伟的歌 然后蔡明老师也经常唱 应该叫 我变了我没变 我变了我没变 接受这个答案吧 肯定接受 那来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 开门 门 大 结 呀 这期我们才请对的啊 谢谢大家 一天宛如一年 一年宛如一天 任时光流传 我爱是我一遍 用了前面前面 只为一遍 当回忆久远 初心实现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默默的深爱沉 无论相见不相见 我做了那么多改变 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 我多想你看见 谢谢 欢迎畅销书作家徐浩元 掌声送给他 恭喜你们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五千元 现在的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到五千元了 但是用了一次求助 所以我现在必须得问 要继续前进 还是见好就收 见好就收 确定吗 怕一会儿遇到难题 也没人帮你们了 就是 那行吧 听你们的 恭喜你们今天收获了 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超能女人用超能感谢 又天然夜自由生产的 超能洗衣液 为我们选手中的 家庭梦想基金 希望无论我们 在爱情婚姻里 走多远 走多久 都不要忘了给对方 做一做最浪漫的事 谢谢 再次感谢二位 万一 中文字幕——YK